早晨各位 今天是四月十日星期三的早上 隔夜美股三大指數都要下跌 其中導致跌近兩百點 留意一下 IMF國基會半年以來三度下調 全球經濟增長的預測 似乎對於經濟的前景非常憂慮 另外在美國方面 特朗普向歐盟國家施加貨品關稅 這亦令市場憂慮歐美即將加劇貿易戰 令市場氣氛減弱了 恒生指數低開後 進一步下穿了三萬點水平 如果短線失手三萬點的話 可能會確認突破失敗 下市有機會看到二萬九千六百點 投資者繼續保持 審審